古肥面无表情地望着无法抑制兴奋的百世经伦 从他手中接过了厚厚一叠的 还没来得及塞入口袋的报名表扫了几眼 终于忍不住爆发 两千张是吧 量身打造是吧 你当老子是机器人呢 百世经伦争了争后说 在游戏里不就等于是机器人 靠 顾飞仰腿一记侧踹 百世经伦也是真材实料 双臂推前一封 双方相处反倒是力量强势的百世经伦胜了一筹 双手一脚拿住了顾飞脚踝 跟着飞快一拧 以把顾飞甩起 不料 顾飞就是甩起另一条腿 朝百世经伦脑门扫来 百世经伦为躲这脚不得不撒手后退 顾飞空中滚了个螺旋站回原位 先别动手 又哥眼看 这可能是唯一可能插进手阻止两人动手的机会 奋不顾身的一个箭身冲入了两人当中 伸开双臂 一手阻了一个 但已经随时做到爆手防御的准备 看到二人暂无动手的驱使 又哥长出口气 连忙朝顾飞道 实在情况 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顾飞望着又哥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虽然有两千份报名表 但游戏里的职业 一共就七类 而各职业的加点方式 一般来说 也有固定体系 再加上小怪的种类有限 两千份报名表 并不意味着就需要两千次的开发 这当中一定有大部分的人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又哥说 顾飞一想的确是这个理儿 随后低头看起了手中的报名表 连看了几张 职业属性武器各不相同 但起码有一点 这些玩家所填选的小怪NPC都是 篝火巡逻兵 而又哥这时 也已经凑到了顾飞身边 也在看着顾飞手中 一张张翻过的报名表 一边说着 看 这些人 要求的小怪 全都一致 武器虽然不相同 但其实 你要求的并不是武器类型 只是武器的长度不是吗 这就可以设定出一个统一标准 最后的类列不至于太多 至于属性问题 比如 刚才那套需要敏捷八级以上的 那么全敏 半敏等等 凡是加过一定敏捷的加法 其实都基本符合要求了 按这种趋势 其实所谓量身定做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话是这么说 但是四十级玩家要求的怪能力都不会低 有好多职业敏捷是一点都不佳的 怎么给他们良神打造 靠 堕落巫师 这是六十级怪啊 这谁这么过分 这怪我杀都很吃力的 古飞一说 右哥差点没栽倒 颤抖着道 啊 六十级的怪 你也能单杀 能啊 没和你提过吗 古飞说 没有 右哥心想这要提过自己早官磨叠了 大概杀的还比较少 六十级怪 古飞也是跨入四十级后才开始杀的 的确也没杀过几回 这怪是什么 古飞看到一个不认识的怪名问右哥 右哥抹了把汗 这个是七十级的 这让他良神打造去 古飞把企图杀七十级小怪的贪心报名表 狠狠塞到了百世经轮怀里 狠狠得到 六十已是顾飞的极限 而七十级的小怪顾飞也试探过 能杀 能自保 但每杀一个都能杀出一身汗 拿这个当炼吉 就太扯了吧 暗夜流光剑在七十级小怪身上 就沦为一个普通子字极品武器了 古飞令人闻风丧感的法术 伤害输出并不存在于七十级的位面 他也就杀狼人能稍轻松些 那还是靠着颜知洗礼上的神圣洗礼 正好克制了狼人最变态的自我恢复能力 呃 七十级的太难了 百世经轮显然也是挑战过 不然不可能说得这么肯定 挠了挠头后道 我们两个联手的话还有可能 顾飞没理他 倒是又搁脑子快 眼睛一亮倒 这种提出高级怪的根本就是闲着没事刁难你玩 你就算说杀不了玩家们也绝对可以理解 更何况 你们俩联手能杀 能杀就是胜利呀 你想越高级的怪经验越丰富 所以也就不需要你用太高的速率 只要能体现出超级普通炼级的效率就可以 想学七十级的 就叫他们二人来说 反正钱照收 能不能学会是他们的事 可这家伙说包娇包惠呢 顾飞指着百事经轮说 这话的确不该说 又搁这次选择了站在顾飞这边 百事经轮一想倒也是这个理 杀七十几怪装备等级属性都不够 要发挥很多功夫上的技巧 这方面的内容越多 对普通玩家来说就越难学 尤其是当需要那种多年修炼出来的反应时 完全不是可以包娇包惠的 想到这儿许多很专业细节的问题时 百事经轮渐渐也觉得 自己的确考虑的不够周全 实在是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那这怎么办 百事经轮拿着手里 刚才顾飞砸给他的报名表 恋恋不舍 这不是大问题 倒是又搁这时候最有主意 实在是杀六十几七十几 这些高级小怪 普通人没法学会的话 就直说暂无这项业务好了 不会有人有意见 倒是那些没有敏捷的玩家 他们的业务怎么完成 你们得好好斟酌斟酌 应该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嘛 要让你的功夫适应顾客 而不是让顾客来适应你的功夫 这兄弟的话很有道理啊 百事经轮和佑哥握手 不需要敏捷的打法 有可能吗 佑哥问顾飞 当然有可能了 百事经轮体的回答 顾飞也无奈叹了口气 能是能 但是没有身手上的速度 那就需要自己的反应速度 来提高节奏 学起来更难 而且未必有满意的效率 但至少要比普通玩家这种杀法效率吧 佑哥说 那是当然 顾飞点头 这就够了 佑哥自信地点头 这么说 这生意还是很有戏咯 百事经轮又激动了 顾飞这说了一堆问题后 他一度觉得 这生意还没开业 就阻碍重重 暂时想到的问题就这么多 佑哥确实从来不会把话说满 但无论如何 这生意超级有搞透 就算是无法面向全部玩家 只是针对有敏捷的一部分 也够赚了 九十九金币 真要学成这种打怪效率 这代价实在是太便宜了 是吗 百事经轮好后悔 其实现在手投这些 正好是一个实践的机会 先拿这部分报名的玩家 尝试一下 看看效果 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 再扩大招生 建立更加成熟合理的体系 佑哥摇头晃脑 什么体系 顾飞和百事经轮一起问 这工作不是那么简单呢 比如现在 手里一千多份报名表 要分类整理 邮箱还有许多 等着领出来再整理 整理完你们要奔赴各个练集区 之后还要花时间教导玩家 的确 非常多事 顾飞狠瞪了百事经轮一眼 但却也意识 这的确 是个来前极为不错的法子 比起百事经轮 现在当什么傭兵要强太多了 佑哥此时满脑子 都是这事的细节 越想越兴奋 顾飞看他这模样 就知这生意 他大概很有心思 也插一脚 也正好 开发和教学 这两项工作 就足够顾飞和百事经轮忙碌了 再加上 又只能是他二人不可 如此一来 比如整理资料 这种杂活交给佑哥 也算是专业对口 先回城找个地方坐下详谈吧 顾飞说 今天真是活活累了一天 三人回到主城 直奔一家酒馆 但要说的事 路上却已经差不多说尽了 坐到酒馆的时候 佑哥已经说到无比光辉的未来了 职业加点方式装备小怪 这些数目其实都是死的 当我们的业务开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开发工作可能就没必要了 资源可以循环利用 那时候可真就没意思了 顾飞却是不以为然的笑了笑 你想的也太美了 这种东西学完之后 你教我我教你 比如现在 篝火巡逻兵的打法 你已经会了 出门半个五十金币一人的一个班 还会有人来找我们学吗 佑哥一争 他倒是忘了此节了 原来这门生意并不是垄断 是超有可能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生意 能不能 只有你们掌握教导方法 别人怎么教也教不会 佑哥问 顾飞和百事经伦用目光告诉他 他在异想天开 这样啊 这样就不能像现在这样 保利多销了 必须在我们优势阶段 尽量赚满 九十九金币太便宜了 佑哥说 那多少合适 百事经伦呢 九百九十九金币 佑哥其实也是心狠手辣的主 可九十九金币的价已经喊出去了 百事经伦说 现在这批的确没法改了 但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第一批客户 所以欢乐大仇宾 打了一折 以后再来的客户 一律九百九十九金币 够狠的 顾飞倒昔凉气 百事经伦则在狂算 九百九十九 乘以两千 等于多少这道算术题 而路上双方就已经谈妥 佑哥也入伙 负责资料的整理 以及以后继续生意的一些宣传后勤工作 此时报名表都已交到他手 回城路过邮箱 也取出了当中的不少报名信件 佑哥此时正抱着一滴翻看 一边突然又皱着眉说 九百九十九金币也不太好 虽然这东西的价值绝对值九百九十九金币 但从营销角度来说 价格弹性空间太大 太过于促进二手折旧市场的形成 对我们非常不利 不行 这个价格不行 我刚才目光太短钱了 还是九十九金币合适 佑哥自己提出的建议 自己推翻 说是三个人商量 从一路走到一半 开始就总是这样 佑哥自己在和自己开会讨论 顾飞和百事经伦也习惯性的不发言了 就等佑哥自己琢磨出个结论出来 九十九金币 还是九十九金币 佑哥最终拍板 这个价格目前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高消费 折旧多没啥油水 折旧少了吧 吸引人也有限 我们要趁现在生意主动权 还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时 尽快扩大影响 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 这东西谁教都一样 有啥品牌呀 古肥肖 当然有品牌 既然谁教都一样 那大家比的就是名气 是影响力 是知名度 佑哥说 得 你们商量着办吧 我今天累一天了 想下事休息一下 可以的话 晚上资料整理好 明天开始 我就搞开发去了 其他事 你们随便办 古肥说着起身 也没管二人答应不答应 就闪人了 佑哥争了许久 对百事经伦嘀咕道 多赚钱一生意啊 千里怎么看起来 一点都不热衷 他家 富得很 热衷啥 也不会热衷钱 百事经伦说 是吗 佑哥并不知道 顾飞家背景 就想以老师 是怎么付的 这么大收入 都看不上的 这生意如果做成 绝不是在游戏里 成为富豪那么简单 足够成为养活 自己真实人生的 大事业 别理他了 您接着说 百事经伦一路上 听佑哥教诲 越来越佩服 都改成您了 价格的事 就先这么定了吧 定太高 属于捞一片就走 咱不能干那么 没远见的事 对吧 当然当然 百事经伦已经发现这事 真做起做成 自己保镖学校的工作 都可以辞了 这平行世界玩家群体 可比他们的学校的声援 广阔多了 用佑哥的话来说 他们要把生意的影响力 做到所有新手玩家 进游戏的第一件事 就是抓紧联系 百事经伦 学习最适合 最快速的打怪功法 这话 让百事经伦听的 澎湃不已 佑哥做事 是很上心的 未来展望的足够了 深知 眼前这两千报名表 才是可以顺利打响 这笔生意的第一炮 于是 立即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 次日顾飞大早上线 不见有格 学生们却已经早在候着 顾飞照就接了学生 去练几点 集体教学 至今天已经结束 学生想继续学 必须要提升等级 虽然学了顾飞派 快速灭怪大法 但想提升到下个阶段 也不至于快到三两天 就完成 顾飞现在主要 就是一对一指导那些 有古怪问题的学生们 而今天六个问过之后 再无心提议 学生一共就那点人 大半问过问题 这么快没理由 也没需要打听其他怪 而另一小部分 老老实实打着顾飞 给安排的小怪 让顾飞省心不少 这样一来 有的学生在这几种打怪 有的则掌握了顾飞教导的专项打法后 去找自己需求的小怪去了 顾飞转了几个圈 发现学生们现在已经都很娴熟了 本来嘛 只是用死板的套路 杀死板的机器人 能难到哪儿去 经验提升飞速 那肯定是的 但是 这种飞速成为习惯后 即将忍受的就是重复的枯燥 越重复 越是枯燥 这些学生会有多少毅力 顾飞拭目以待 和学生们混了一个多小时 又哥闪亮登场 一上线就给顾飞消息 哟 挺早啊 往常这个时候又哥可是不会上线的 他们上游戏都得中午以后 好多事要忙 又哥说 是吗 怎么样了 我现在是这样计划的 这生意单子咱不能有一就交一 那不得忙死你们两个 我的意思就是 一种需求咱积累到一定数目 才开始正式教学 比如五百人或是一千人 不然一个个教你们不要疯了 嗯 昨天说到现在 你这句话 我最爱听了 那么 你出定的数目是多少 五百还是一千 顾飞问 这得联系实际情况 主要是教学场地的问题 比如荒野营地 因为九五二七十的存在 教学条件极度良好 一次教学两千人不成问题 但要换别的地方 就需要因地质疑来调整数目了 又哥说 嗯 说的是 顾飞说 悲剧的是 侠武城和林音城这两个主城 怕是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教学 得想其他办法了 又哥说 哼 又哥 你目光真是长远 已经准备把品牌推广向世界了 咱先做好手头这些不好吗 顾飞问 手头的 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了呀 又哥道 啊 昨天那部分报名表 几乎全是荒野营地收上来的 最后我统计出来是 一千八百四十一名玩家的 怪物选择是篝火巡逻兵 并且情况比我们推想的要乐观 这一千八百四十一人最终分两类就概括了 一类是长兵器 低敏捷或无敏捷 另一类是短兵器 高敏捷之夜 长兵器又高敏捷类的 你昨天就已经教过了 所以昨晚百世经伦针对这两种类型进行了开发 并且已经完成了教学 我们已经赚到第一桶金了 啊 是吗 顾飞擦汗 没想到这两个家伙这么能干 嗯 不过百世经伦说 断兵器 他并不是很擅长 你可能还会有更高明的手段 说要再找你探讨探讨 不过我觉得 这其实是好事 如果有更高的技巧 正好可以体现说明我们的开发力量很雄厚 一旦目前的打法教学出现了竞争者 我们可以推出新版打法来重新占据市场 幼哥说 你真有主意 古飞再度抹汗 不说实战PK 幼哥其实也是个超牛的人物 谢谢 另外也有不好的消息 幼哥说 什么 顾飞问 当晚我们的教学结束后没多久 就已经有人在荒野营地 以五十金币的价格开始进行折旧 而且不止一人 玩家的脑子赚得实在是快 幼哥说 按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